在最新播出的《心动6》中,最受大家喜欢的CP就是侯卓成跟杨如晴,男的深情,女的爱主动凑到一起,简直就是天作之和,大家也很盼望这节目结束后他们能够牵手,可让人失望的是,在9月4日侯卓成前女友出来捶她是个渣男,不仅在恋爱期间多次出轨,甚至发圈时还设置特殊分组,只让前女友觉得她很痴情,实则屏蔽了所有的女性朋友, 不仅如此,在前女友的长文中,还提到侯卓成曾经在酒吧的WC里,对一个异性上下棋手除了没上床该做的都做了,可事后被拿到台面上说这件事情,她却死不承认还谎成是被人诬陷了 前女友的长文迅速登上热搜后,侯卓成也第一时间站出来否认自己出轨,她表示没有出轨,请勿继续听信谣传,还表示当时两人是正常交往私信是假的等, 绝口不提,WC事件更不提自己说过不尊重女性的,话,侯卓成否认出轨后前女友也没有就此沉默,而是再次发了长文并晒出了证据,前女友表示自己不是想蹭热度只是想兑现承诺,晒出自己掌握的侯卓成出轨和撩骚的证据罢了, 在前女友晒出来的证据中,确实看到了她在重庆时跟女性的聊天记录,还有在夜店跟女生牵手的照片,只是拍照时她是背影出镜,很容易会被她以不是她本人为由反驳回去, 在这些证据中,前女友晒出来的一段聊天记录,还原了某女生在WC被侯卓成骚扰的过程, 该女生是被朋友约着去酒吧喝酒,当时侯卓成也在她喝多了去WC的时候,侯卓成也跟着她进了女WC, 一进入到WC后侯卓成就开始亲女生,并动手摸女生若不是该女生来了大姨妈, 估计也就在WC发生关系了女生从WC出来之后,又被侯卓成摁在墙上亲,看到这段被骚扰的过程, 正怀疑侯卓成跟心动六中不是一个人,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,WC女主还不知道侯卓成有女朋友, 知道后就开始各种拉群骂她,还主动联系侯卓成女友告知对方这些事情, 好让其远离这样的渣男,先不说这个被骚扰的过程有没有遗漏,就冲着WC女主肯站出来帮助前女友一块锤吼卓成, 就知道她在私下里肯定不像是心动中那么深情的男人,前女友凭借长文多次登上热搜后, 她的高中同学也纷纷站出来替她打抱不平,其中一个朋友提到在他们热恋期间, 侯卓成还多次PUA女方不准去酒吧夜店,称里面都是坏人怪女孩不能去那些地方, 前女友听信了她的鬼话,从来没去过,结果侯卓成自己天天去, 看来她,PUA女友,也是担心自己在这些地方被抓包吧, 此事发生之后大家也不能全部相信前女友的话, 但肯定也不会选择相信侯卓成的澄清, 反正对南方的人品打了大大的问号, 网友们不约而通跑到杨乳琴的账号评论区, 纷纷劝她赶紧离开这个渣男, 千万不要再跟她有任何来往,不然肯定会受骗的。